不然,你们的孩子也会吵架 如果被撞到,你也会带到一垫 我来,狗狗 危险 危险 大家好,我是唠唠 今天解释剧场版 沉默的15分钟 8年前的雪地里 神秘人紧追着的小男孩掉落山下 生死不明 画面一转 市长庆祝15号线地铁开通 并收到了一封恐吓信 于是,警官们随同市长乘坐地铁试运行 保障其安全 同一时间,阿里博士开车带着柯南等人 刚好经过地铁线上面的隧道 发现了可疑的人在安置炸弹 柯南踩着滑板就逆行回去 可惜可疑人员逃走了 柯南及时联系了木木警官炸弹的事 在爆炸前拦住过往的车辆 连续的爆炸使得地铁都冲出了隧道 爆炸差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通过这件事 柯南联想到市长之前处理一村庄修建水库的事情 有一些人持反对意见 柯南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 刚好,那个村庄最近要举行五周年庆典活动 大伙就一起过去了 一行人在一天的游玩中 认识了因为修水库而千村的五个人 这五个人还是小学同学 童年最要好的几个人 现在也是互相仇视着 水树的妹妹车祸身亡 开车的人竟然是山尾 武藤恨冰川出卖了家乡修建水库 第二天 东美的儿子东马 也就是八年前摔跤的那位 现在卧床八年 终于被柯南等人打雪仗的声音给吵醒了 现在的他已经十五岁了 但是心智却只有七岁 因为八年前的坠崖 使得他失忆了 正巧的是 当年水树妹妹的车祸也是发生在同一天 估计那天发生了什么 不久后 这位叫水树的带着小五郎等人去看天鹅 在途中发现 小学同学冰川已经没气了 柯南判断是他杀 之后 警察调查了他的这几位同学 都没有不在场证明 凶手会是谁呢 炸毁地铁的又是谁 是谁呢 在那里